-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大家好我是罗卡 今天来分享一款僵尸多道满田飞的游戏 末日之战 那这款游戏首次的发行日期 应该是2019年的上半年度 首播发行的平台只有PC PS4 跟Xbox One 在2020年的时候推出了新的章节法国的马赛DLC 而这支影片当中所分享的版本是2021年的11月发售Switch的版本 那画面的部分大家就自己参考看看 游戏呢在推出之后官方有发了一个中文化Delay的消息 记得当时在官网上面就有登陆购买发票的 可以回馈个7100块的礼券吧 应该是有这个啦 这一点我觉得是真的还蛮猛的 因为有些游戏开发Delay 或者是游戏先出中文化之后再更上的 通常身为玩家的我们 顶多就是抱怨个急剧而已 也不会认为有什么应该要回馈的方案啦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除了中文化Delay的补偿方案以外呢 这个末日之战移植到Switch主机的工作室呢 之前也是移植巫师山到Switch的超刀手 甚至啊他是声称啊 没有不能移植的游戏 所以听到这边相信大家呢 还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有一些画面爆好的3A大作啦 就算稍微画面的给他糊一点 也是有机会在Switch上面看到他 甚至呢直接用掌戒方式来好好的体验 也都是可能办得到的 听到这边真心觉得太威太猛 有这样子的游戏工作室啊 感觉是玩家的福音 但是 但是又来了 这回的末日之战Switch版呢 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讯息是啊 把之前的DLC 还有些外观等等全部加进来 特殊涂鸦的武器 我知道是要额外购买豪华版的才会出现 只是呢我买实体片啦 第一回插进去卡夹做一个大更新之后 没有看到马赛章节出现 就连多人游戏这一格呢 也是黑灰色的无法点选 然后我有依照卡夹的位置喔 跳到美国的eShop去找DLC 是有成功的找到多人游戏的DLC啦 也是免费的直接下载来呢 他就会合起来喔 直接可以顺利玩 可是马赛依然没有出现 那这个我不确定呢 是不是要达到一定的进度才会登场 总之目前为止我是更新到最新的状态 多人的DLC也已经下载了 也确认了eShop只剩一个豪华版的DLC可以买而已 暂时就是没看到 然后呢跨平台的连线 Switch的版本也是不支援的 所以就我这几天玩的经验啦 多人的连线还找得到人 但是得等稍微久一点 剧情那种的线上模式反而会比较快 就可以找到人稍微来玩一下 这块可能会因为作息的不同啦 跟推出之后啊 玩家加入的多寡会有点关系 所以呢在这里就提供给大家 稍微参考一下 有不同经验的也欢迎留言分享 那看到这边呢 还是要来宣传一下自己的频道 跟IG还有FB 如果还没有订阅追踪的朋友 也可以订阅 开启小铃铛 顺便去追踪一下 那末日之战 是一款第三人称的射击游戏 不过我觉得在玩的感觉 会有点像是塔房的游戏 因为僵尸真的实在是超级超级多 多到已经不是用什么技术 可以去慢慢射爆头啦 而是要如何扫射哦 如何团队合作 跟运用场景的资源 才能够守下来 那游戏中总共会有两大玩法 一个是单人玩家 一个是多人游戏 单人玩家那一块呢 其实也是可以多人一起合作 也可以选择跟电脑一起玩 主要就是有剧情可以跑啦 那它有分成线上公开 线上私人 跟理线模式 想要连线的 应该还是要NSO的服务 里面总共会有四个章节 分别是纽约耶路撒冷 莫斯哥东京 本来啦 应该还有第五章的马赛 目前为止还是暂时看不到 挑战模式呢 则是有一定的难度 可以让喜欢挑战的玩家去玩玩看 每个章节里面 还会分三到四个任务可以去执行 难度啊 也可以依照自己去做无断的调整 这里的难度呢 会影响的东西也还蛮多的 像是初期可以拿到的道具啊 TK的伤害大小 跟僵尸的强度 啊我觉得TK这一点真是蛮讨厌的 因为有时候我在射的时候呢 电塔就会日跑啊 我面前挡住 啊不对 这个有的时候 我可能也挡住他了 也说不定 但是啦 如果你的难度越高啊 TK的伤害就会越高 所以呢 就会自己人打自己人 可是啊 有些东西啊 想解锁是要挑战高一点的难度 所以呢 練到一定的等级之后 一定是要往上打成 能够解出更多的东西 啊到目前为止呢 我几乎都是玩 简单的等级居多 过关率大概有个 八九十%以上吧 那算是蛮高的啦 爽度啊也不错 也很过瘾 进到任务之后啊 我依照四个章节 出现四组不同的人马 角色外观跟性别 看起来应该不太影响 什么攻击防御之类的 他不会因为是男生比较壮 或者是女生啊 比较瘦小 反应会比较好 这个不会有什么 特别大的差别 因为呢 他还会有专业可以选择 总共会有枪手叛逆者 医疗兵 修理师 劈砍者 殲灭者 无人机大师 每一种专业的起始装备 跟核心专精都不一样 包含之后学的各个专业呢 也都不一样 那在升级之后啦 也可以自己去点那个 专精的能力 我自己是对枪手医疗兵 劈砍者这种的 感觉比较务实一点 能力不浮夸 但都很好用 像无人机大师啦 或者是像歼灭者那种啊 就稍微特殊一点 玩起来应该会比较有别于一般游戏的感受啦 但可能是因为他的专业啊 每个要练各自的等级 所以初期的我算是比较集中在枪手这边 可能啦 是对降低后座力这个效果我比较喜欢吧 才会特别一直选他 然后他的后座力的座居然是写座下的座 我记得应该是太座的座才对吧 那进到游戏当中呢 他最高可以捡到两把主武器 一把辅助武器跟炸弹医疗包等等 以及超猛的近战武器 主武器一把是可以捡重型的来用 他的威力通常会比较强大 但是没办法呢 透过这个补给弹药来持续使用 通常就是遇到思潮的时候呢 才会拿来使用 目的就是要快速的金匠师 一口气可以解决超大一群 另外一把主武器呢 就是冲锋枪 步枪啦 散弹枪之类的 或者是狙击枪啦 这个可以透过补给弹药来持续使用 我自己是蛮喜欢卡名枪的 感觉威力不错 又不会到超快速连发 点点点的操作呢 感觉比较不会浪费子弹 十字弓再射的话呢 也不错 因为他射挂殭尸还会来个小爆炸 等于会扩散攻击 近战的话 没什么可以选择的 除非解锁到不一样的刀 或者买DLC的武器 不然就是最一般的那一把 就威力上来说还是很猛啦 他不会像20古堡小刀 就是在那边挥很久 殭尸不死就不死 这边几乎都是一刀挂 除非是特殊敌人 一些看起来比较壮硕肥大的啊 这个可能就可以多挡几刀 所以该三远就三远一点 先多拿枪啊 扣他多一点血再说 枪类跟刀类的武器呢 在攻击殭尸啊 以简单的等级来说 大多啦 都是一发就挂 而且会有一些消掉守备啊 或打掉头的机会 靠近躺在地上的敌人呢 也可以用踩的去解决他 不会说刻意来 一定要瞄头部啊 才会扣比较多血之类的 顶多就是结算成绩 会有一个爆头排名 比较大的差别 应该就这样啦 那枪类的武器呢 是依照特性打 打一打需要reload 刀类的武器呢 会有一个精力值 一格一格 会显示在中间 初级有五格 灰一次呢 就会砍一格 刚开始满的时候啦 灰的速度喔 会比较快 然后还会有类似跳跃攻击 瞬移攻击的感觉 直接在灰砍僵尸的时候 速度非常赞 格数扣完之后 动作就会变得比较慢一点 所以在打的时候 就不建议一直无脑连按 要稍微让他休息一下喔 自动恢复这个精力值之后 再来按啊 会比较好一点 僵尸在一样的数量啦 也真的是有够多的 也真的是把这个画质 调配到一定的状态 switch才真的下去 不然那个思潮的数量喔 一个画面应该上百只在软动吧 多到一个爆炸 僵尸的话也有分一般僵尸啊 带炸弹 带毒气 带肥油搞埋伏的 遇到这种比较特殊 比较麻烦的 打完啊会有特别的成绩 不过呢 如果没有跟着团队一起走的话啊 被埋伏或肥油的僵尸啊 压倒在地喔 可能就会直接一命呜呼 跟电缆玩的话啦 大多他们都还是会走过来救 如果是跟其他玩家一起玩的话 万一挂太久 没人看到没人理 就真的会去了 所以团队合作呢也很重要 我们就是可以帮队友啊 补血包扎 也可以帮倒下的队友复活 没特别能力的时候呢 被压倒在地啊 靠队友才有办法脱离 整体呢差不多就这样啦 还有一些什么 榴弹炮台啦 机枪塔啦 铁丝网电网啦 然后场景当中 会有一些补击瓶之类的 运用这些东西呢 好好挡住僵尸群啦 把它成指示中的任务啊 就可以顺利过关 那我自己会觉得 他像塔防游戏的原因喔 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跟电脑玩的时候啊 基本上三个队友 都是会跟着我们走的 严格来说 他就像是移动的炮台一样 子弹好像是无上限 但补血好像不会自己来 等于是我们在关卡过程当中喔 自己要移动去哪个点来防守 就很重要 打思潮呢 最好是在补给的资源旁边啦 这样子对于弹药啦 炸弹啦 补血包才会一应俱全 源源不绝 啊 也不是源源不绝 炸弹跟补血包 那通常只有一个数量 可以拿而已 每次在等思潮来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要先帮队友啦 补好血喔 也是我们把自己的血补好 站在OK的地点 架好机枪台啦 铁丝网之类的 然后就是好好的射爆僵尸大军 加上他不像多数的射击游戏 可能要专注打某些部位喔 才会有比较大的伤害 基本上就是打到之后 有重的身体之类的 还是腿部之类的啦 也都可以一将解决 眼前的僵尸 那除非是跟线上的朋友一起玩 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 固定走的路线 所以呢 就要合群一点 跟大家更好 不然呢 离太远的话 万一被铺到就真的会挂了 只是说也奇怪 他的电脑人喔 也很猛 每次在拉电梯的场景啦 我跑进去按 门都关起来了 他还可以直接瞬移进来 跟我一起上楼 第一次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 我还以为队友不要我呢 后来才知道啦 这算是一个常态啦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问题喔 就是 没有离开游戏 给switch进入睡眠状态啊 下一次再唤醒继续玩的话 会连不上伺服器 除非游戏跳出 关掉再重开 连线才会恢复正常 那这个是我自己 有碰到的一个小小的状况 跟大家分享一下 整体来说 游戏还算不错啊 能列的武器专业都有 僵尸群整个在爬的时候 边打边看他整群边蹦的感觉喔 也是不错 而且以我这样子玩下来的感觉啊 在switch上面跑也算是蛮顺畅的 偶尔遇到某些画面呢 才会稍微的盾一下 那我自己也有看到 那个盾的感觉喔 未必是在思潮大军登场的时候 有时候呢 就是转到某一个场景 好像会有点点小卡顿 但是一下下就又好了 不是太过影响游戏的体验啊 啊当然如果画面的等级啊 跟音效的品质喔 都能够再好一点的话啦 相信这款游戏 就会是switch当中 非常非常推荐入手的射击游戏啦 好啦那没相信这款游戏呢 甚至是电影呢 应该有蛮多人都已经有接触过才对喔 其实早期我有看过 《梦日之战》这部电影 不过呢 因为实在好像有点久了 所以印象不太深刻 前几天我还去给他稍微的恶补一下 我就想说 要来玩这些游戏呢 一定要跟这个电影的场景 稍微结合一下 不过呢说实在 除了在爬的那个僵尸塔的感觉啦 很像很像以外 其他地方倒是好像还好 反正总而言之啦 这游戏好不好玩的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看看 那游戏的封面呢 是长得像这个样子的 其实就是 僵尸在上面爬的感觉啦 真的超级多的 然后游戏呢 在三个模式之下 都只有支援到自己一个人玩 游戏整个封面 从头至尾都是英文的版本 所以我们里面的卡夹呢 也是USA的版本 其实整个玩起来 我是觉得还算不错啦 就是一种爽度比较高的游戏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种 手塔的概念 因为有蛮多地方 其实它是要手塔的 就是不能让僵尸去击倒什么 铁路司机啦 公车司机啦 还是爬过那个铁墙之类的 总而言之 就是要去执行一些 它任务内的要求 那多人年薪的部分呢 因为其实我真的 花了蛮多时间去连的 连上的又给我断掉 然后呢 不然就是排很久在那边等 所以后来就想说 好 这个我就先 给它先放着 之后呢 如果说有玩的话 我会再把这个心得 另外可能用分享的方式 把它写在FB上面 所以如果有喜欢这款游戏的 想要知道它的后续消息的 也可以追踪我的FB 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一些 不一样的内容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在下面点喜欢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洛卡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Bye